22日公布國內新增兩例本土登革樂病例 為日前三峽區五寮裡確診父子的家人 二例分別為以父子同住一戶的親屬30歲女性 以及未同住的交稀裡37歲男性 近期街舞出國時 二人在9月10日出現發燒症狀並就醫 且皆由五寮兼三菜園活動時 原判該菜園周邊感染的可能性較高 為同一期群祭事件 本來已經確診三例 那現在再新增兩例 所以總數是來到五例 所以目前本土病例累計已經來到21例 那包括桃園46例跟新北市五例 那另外新增的一例是境外移入 是從緬甸移入 所以今年累計是59例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科長 黃冠傑表示新北市以動員約260人 行檢社區環境 也增加登格勒的快篩據點 目前我們新北市已經動員260人次進行社區巡檢 那也未叫了李民進行清除環境的資深園 清除了370個汽水容器 並且積極擴增轄內的登格勒快篩據點 目前新北市總共有278家合約院所 那三峽區的部分已經有了8家 衛生局局病管制科登格勒是透過病媒文叮咬傳播的疾病 清除自身原才是仿製登格勒的根本知道 呼應民眾應定期每週清除住家內的周遭環境及積水容器 若經防疫人員通知 任不清除積水容器 自自身病媒文解決 將一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25條第二項規定 一同法第70條處3千至1萬5千元罰緩 原始新闻高娃台北